今天就和大家介紹這個小米的無線開關 它可以用來當開關鍵 開燈、關燈、開電器 甚至當作門鐘都可以 在影片開始之前提醒大家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給個like 另外記得去分享給你的朋友 再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大家好 今天就和大家開箱小米的無線開關鍵 之前有朋友就問我 搭配哪一個開關鍵 究竟可以做門鐘的功能 又或者用來做其他開燈、關燈的 其實就是這個鍵 這個鍵只是賣59元 香港橙色連鎖店有 小米的專門店也有 我們現在開箱來看看 包裝非常之簡單 倒出來有說明書 接著就有一個按鍵 按鍵可以看到上面有米加的Logo 是普通按鍵 另外在底部 我們看到這裡有一個小孔 小鈴鐺 我們要按鈴鐺 做配合 也會有一小鈴鐺 告訴你它是什麼狀態 有一塊膠貼 方便你貼在表面上 很簡單 同樣地我們準備一部 手機 我們開回米加的APP之後 就可以去 按個加好 先打開藍牙 安裝 按鍵 我們找 家居保安 那一版 就看到米加無線開關 按下去 如果你有安裝它的智能無線網關 會有聲音提示 於是 現在呢 我們就找一支 eSIM卡的針 看回這個位置 按住3秒 你會感應到 就成功了 同樣 放回它在適當的位置 例如我想在廳上做燈祭 或者甚至做門鐘 就選擇廳 然後 推介名稱 例如可以是燈祭的名字 隨便叫它開關 不要管 下一步 再按開始體驗 再同意條款 完成新增的按鍵 但按鍵沒有任何用途 你要設定它用來做什麼 看到有開關 寫著new的 按下去 我們在智慧這一版 很簡單 新增一個場景 如果發生一些事的時候 就會執行其他東西 例如我增加 如果開關 可以選擇 按一下 按兩下 或者長按 我先示範 拿來做燈祭 按一下 按下的時候 我就執行一些東西 我舉例 我要一個智慧網關 開關夜燈 這樣才算 我們把它選擇了 名字可以自己設定 我確定 這個時候 我只需要按按鍵 網關 就會開燈 或者關燈 現在前面就是這個智慧網關 我有一個按鍵 按 按 就開啟燈 再按 就關燈 如此類推 這樣就做到燈的開關 當然其他小米的智慧 都可以設定來開關 可以當一般的燈祭使用 另外 也可以設定做門鐘 就去到智慧 剛剛就當燈祭使用 我先刪除這個 如果當門鐘用 就新增 增加 我就要開關 按一下 我就想響門鐘 一樣找回我智慧網關 這裡就播放指定零星 可能是 門鐘星 不要太誇張 這個 確定 選擇完 選擇 叫你儲存的名字 我用回預設的名字 得到之後 我們試一試個按鍵 按一下 怕不怕被人偷 其實都不怕 因為是50多元的東西 你貼緊它 你再怕別人拿膠水貼緊它 以後 門鐘就很簡單 你有一個智慧網關 加上這顆 50多元的無線鍵 就變成門鐘 可能 你要設定 有人是喜歡長按的 如果你長按 你看到 沒有聲音 原來設定了 按一下有聲 長按沒有聲 你要 在這個位置 新增 按一下 按兩下 按三下 都 會 播聲 就可以在同一個條件 加上 滿足所有條件 就不對 滿足其中一個條件 就響了 其實就選擇開關 剛才按一下 現在選擇按兩下 再新增 開關 長按 隨便 這裡 一個條件 按一下 按兩下 或者長按 都好 它都會響 門鐘 先打開 儲存了之後 我們試一下 按一下 會響 接著我試一下 按實 都會響 接著按兩下 都是會響 所以 這個做門鐘 完全沒有問題 幾十元貨幣 適合有些朋友 用開網關的 又剛好想 門鐘都用了 因為有時候 按門鐘 用普通門鐘 就可以了 但原來 按完之後 你可以在手機 收到通知 你不在家 其實有人 按門鐘 你都會收到通知 這是好處 甚至 有人按門鐘 你 會自動在門口 錄音 錄音 其實都可以 這就是 智能家居的好處 我今天的分享 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給個like 另外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 再去訂閱我的頻道 就不會錯過之後精彩的影片